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相信 至高五节要紧 梁胜勇 那就是没好处牢了 黑心战车要是否狂捉马 侨星松总 走出大楼的李延念叨了两句 说话间一抬头 双眼射向草丛中伸出来的突击步枪 我可不想走得这么败心 眼前的男人摘下复合材料的黑色面罩 右手拿着一把突击步枪 枪口指向李延 炸出一圈气浪连衣的金色子弹 击中炼焰的水圈碎冰 在冰雨水中前进了两厘米多 然后被李延抓在手里 没有半点废话 火爆的枪声再次尖笑起来 行动队的子弹威力超乎寻常 就算李延有钢斗和无知其之力的水甲两道防护手段 如果被接连命中也会当场毕命 交错的淡雨当中 李延左冲右突 利用墙体和葱玉的树林作为掩护 金属淡雨如影随形 过出的树干和水泥墙都被轰出人头大小的空洞 遮天蔽日的尘土和碎屑在半空中激秧 撑的一声 满身烟尘的李延拔地而起 略向面前率先开枪的男人 那人浑闪不惧 向李延扔出手里的步枪 流畅的拔出腰间的锋利匕首 小腿弹跳起身 两人撞在一起 李延身子往右边歪斜 凶猛地冲势不可思议的一顿 李手擦过他的前胸 全力冲刺的对方势头止不住 被惯性牵引冲过了头 手腕被李延啪的一声捏住了 李延一甩这名战士的手臂 手臂骨节断裂的声音听得人牙酸 巨大的力道连带着 把这名战士的整个身子 披在了李延身上 遮挡住了其他战士的视线 而让李延意料不到的是 这名早就应该因为疼痛昏厥的战士 一把攥住了李延的衣角 肌肉发紧 贴在李延身上 开火 凤绿的树干倒塌的声音 点视不住磨碎的爆壑 数十枚火蛇前后贯穿两人 连带两枚极客引爆的穿甲手雷 将李延所在的地方 炸成一个直径两米的土坑 李延是以寡敌众不假 可对行动队来说 更是浑身家荡都输了个底调 他们已经疏红了眼 树到被炸飞的肉块跌落在地上 行动队的战士们却半点没有迟疑 纷纷向外跳开 彼此的距离像是用布量过似的 精准在五十米左右的距离 面对突击强爆发力高的敌人 这是一个随时可以支援 又不至于被对方一股脑击杀的距离 长时间的对峙逃杀 李延的能力也被解析得七七八八 冲刺速度 弹跳力 以及最关键的顺移极限距离 都被黑星战车的士兵掌握 更重要的是 李延的影飞 打跟上就不是自由顺移 而是交换和孤祸鸟投影的位置 那可比自动顺移好捕捉多了 磨碎换上新的弹侠 屏息以待 他头顶的树枝突然嘎吱脆响了一声 哗啦啦的枪口竖起 如同一片钢铁森林 天空除了叉叉压压的树枝和刺目的阳光外 什么都没有 磨碎的眼光一触即回 一双黑白分明的双眼 顷刻间充斥在他的护目镜上 眼蛇狂舞 血光四溅 李延倒折飞回 背后环绕九道紫色连台的孤祸鸟 则高高的升入树丛当中 消失不见 磨碎大口喘着粗气 装备服的孔洞中射出八颗金属飞盘 围绕着他 时而发出琵琶作响的紫色电光 四节兵种 幽浮雷色 幽浮雷色 质子星火 这是黑星战车维二 纯粹强化破坏力的四节兵种 和他比起来 幻视者之流则是在特定场合 才能发挥更强的作用 磨碎 更是以最年轻的幽浮雷色兵种组成 威望和实力 在行动对所有的代号兵种中 也是名列前茅 可惜的是 即便是这位战力彪悍的磨碎 在被李延突袭得手的情况下 也被砍断了一条手臂 痘大的汗滴 啪哒啪哒砸在地上 磨碎的断臂处 喷出大骨的血溅 惊悚害人 李延丢开粘鞋的匕首 眼神刀子一般 打向挪动枪口的战士们身上 即便行动队已经抱定死制 面对这样的眼神 内心也忍不住一阵颤抖 剩余的士兵挪动脚步 逐渐把李延包围起来 李延看了一眼 他们脖子上的蓝色相圈 没有耗费多余的力气发动血战 毕竟 自己的体力也消耗得七七八八 要精打细算 两边开始了短暂的对峙 那个拿刀的呢 李延轻轻开口 包裹在伤口的绷带 有暗红的血迹渗透出来 他说完 闭上嘴 舌头卷动一颗电子色的丹丸 可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裹在上牙膛上 没有吞咽 还不到时候 磨碎从疼痛中缓了过来 没有回答李延的话 用紧慎的左手 举起一只铜色的战术蜘蛛机器人 对准自己的伤口 猛插了进去 李延挑了挑眉毛 却没有阻止磨碎的行动 这样的机器人 他也有一个 磨碎的伤口很快止血 右手臂伤口上的全功能机器人 探出八道利刃形状的金属一只 张牙舞爪 操纵着半空的金属飞盘 救国者全功能战术蜘蛛 战争功能临时一只 李延活动了一下右手手指 有学有样 不过 李延选择把自己那款蜘蛛机器 套在右手手腕上 树到针器和电流窜过 短暂的麻痹之后 李延原本被电流擦伤的手指 又恢复了灵活 救国者全功能战术蜘蛛 战争功能 牵引刺激运动神经 要速快速注射 磨碎面沉如水 这类顶尖的核心科技 黑星战车是不会向个人出售的 他不明白李延为什么会有 乔星的直面资料也没有提及 李延的手指猛力向外伸张 然后猛的钻紧 黑色的阴混水流包裹住他的半身 那模样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祸水 到了眼前的局面 李延不再有耐心分割猎杀 行动队更是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 说到底 无非是一场死战 气氛凝瑟到了极点 行动队战士的嗓子也干燥的 要冒出火了 一名战士不自觉的咽了口唾沫 李延突然抱起 面对人数战优的行动队 率先发难 冲向了这名咽口水的三阶战士 磨碎双眼怒争 挥舞的金属一只插进一棵树干上 借着反作用力身体摆荡 拦截李延 哼的一声 厮杀影线点燃之际 一声粗暴致及的枪响 加入战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生进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